一开始的时候演三线规动 拿着红绸子 绸子包着头发 这么来 后来改成海绵的了 能换东西的 基本上就是我们爷俩 改变东西换东西 因为当初下功夫的时候 不是拿海绵下的 如果拿海绵练 它出不来 拿小湿豆子 拿豆腐式 软硬手底的感觉 那么换下东西 现在说就没问题 真不简单 那这个杨凯你看 我们既然跟这个王宝和老先生 学这三线规动 这是你学习法 必须要学的第一个基本功吗 还是说得过后才学这个 干这行啊 讲究死门功课 简单斗环 简单斗环 这是必须要干这行 必须都会的 但是现在呢 慢慢就把它分开了 简是吞宝简 吞宝简 单呢是铁球 吞铁球 斗是拿碗扣这个球 环是打铁圈 打铁环 简单斗环 老话叫十人九步拳 赚拳的还很少 我先学的是武器法 吞宝简 就这些个 宝简啊 铁球啊 吃针啊 这些个 后来学的是文系法 过去说啊 这个相声门 跟这个系法门 是很相近的两个门户 对 是不是你也得 这个对相声 下一定的功夫 系法里头 讲究识口 前面也得扑 从当初一人料地 到后来慢慢登上舞台 说实话 这个系法比相声 可要糟 那肯定 嘴里的功夫 跟手底的配合 这是必修的 杨凯 你应该没有什么 料地的经验吧 你这么年轻 我还赶上了一个尾巴 是吗 尾巴 这是第三批 天桥八大怪 料地啊 是一种形式 无论是什么行业 现在料地 可能都不太行了 但是呢 他料地一人 有一些个经验和技巧 这是现在 表演戏法 一人需要把它继承下来 这些个东西是金子 观众啊 他是活的 他怎么个想法 往这一站 你要表演 你要揣摩他的心理 什么样的观众 是可以适合 来跟你互动做表演的 什么观众适合 能买你东西 这个是需要 你现场掌控出来的 这你能看出来 哪个观众 是买你东西的 哪个观众 是爱互动的 你比如说 今天在这表演 找一位主持人 配合一下 那么肯定找女主持 为什么呢 因为您太晒了 是什么个原因 我以为是因为我漂亮 你看这个原因说的 我心情还挺好 这个女性来讲呢 表演起来呢 可能更受喜欢 互动起来 互动起来 这个我可以接受 这个我听着也还可以 你看这就是撂个地 多问一句 在那个时候 你在撂地时 这一天收入能有多少钱 不是很多人 不是很多 而且那这儿收入低 而且那这想法是什么呢 总想着能上台 这是那这儿的想法 上台就跟撂地不太一样 撂地还是低一点 但是现在翻过头来想 那些个撂地的经验 长能耐 那是长能耐 那是经验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第一次是去人家里 去人家里演 人家啊 她可能是她孙子 这是个老太太 来我啊 请到家里做表演 大约是啊 应该午饭后 有个小两点左右 到她家里了 这家里啊 这老太太坐炕上 摆了个圆桌 我迪了个包进来 老太太 你看来人了 找了一个变戏法子 给你演 应该是两点差不多 这一直演就演到五点 而且中途啊 基本上有一回 老太太是累了 她累了 我是要休息一会儿 老太太以那歇会儿 中途休息一会儿 我喝过水 等她坐起来继续演 相信三个两个小时吧 这还不能重复 不能重复 还得吸引她 不能重复 等会儿这还得 你看我到这儿 我就爱问这问题 就这歌过去 这叫进宅门啊 上堂会啊 这一人在这儿 还干一专场 演到五点 这得收入多少钱啊 你猜一下 那怎么这也得 上千了吧 对 得大计签过签 对啊 一场演到最后 早的时候 落了五十块钱 拿着五十块钱还特别高兴 因为心里不一样 拿着换着签了 对 是凭我演出换来的 太好了 这个感觉也没错 好 我们这个财务老师 一会儿就按这个给他借一下 可别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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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